Blade作为平成的第四部骑士 和去年的Sabre一样 前期观感不佳 越到后期观感直线上升 从而得到低开高走的评价 今天的Kingophone就是带Blade 评价开始回升的时候出场的 裁判毕业因为他的人气在13年 将其SHF号 我也蹲了半年才以400多的价格将其收入 我的这个盒子已经能够赞索了 幸好主体没有什么问题 配件不算多 有一个装开的手心 握持的手心 还有一个太紧的没有安等握持手 还有一些小卡片 用刷都是比较清晰的 可以钻在手上 会轻易的折起来 还有一把重醒剑 涂装也比较精良 和火炎间烈火相比 比它长了一大截 可以这样别在腰带上 储存卡的地方是可以拆下来的 可以把卡片给放进去 还有一个展开的绝想机 贴纸是要自己贴的 我这一支的胸口还是有点瑕疵的 相机应该拍不出来的 不太明显 但是人也是很明显 春起的橙色有点像缝墨石王 但是要更亮一点 身上的浮雕也是很精细的 个人感觉还是比虫皇更加好看的 看完浮雕再来看一下可动 抬头低头 手臂可以转动360度 腻断的关节是比较细长的 所以不影响平局 去者的话可能会蹭到装甲 以至于掉漆 所以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弯腰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左右摆动也是够用的 踢腿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几乎不能后踢 屈膝没有干了肺 超过90度 踢腿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脚腕的可动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接地性比较强 画部所用的零件就是和开舞的一样 不用怕长时间松动 即便改了画部零件和头像 要细的问题源源存在 和现在的真骨雕或者SHF 沾到一起都显得很突兀 说到底这一款还是比错的 但不建议现在也是让我600块钱来入手 建议像我这样400块钱来把它入手 或者等一下未来的真骨雕也是可以的 关于这一款SHF的内容就到这了 SHF的revise我也预定了 到时候也是可以做的 我能做到热炼了 现在的热炼了 我能做到热炼了 它可以做成热炼了 热炼了 超过的热炼了 我能够做到热炼了 挺热炼的